电台风云 表演者郭德纲 于谦 刚才是郭麒麟 颜鹤翔 郭麒麟是我儿子 颜鹤翔是我徒弟 是啊 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内心的喜悦 别说了 您把我也给说进去了 你跟你有区别 当然啊 他是大儿子 我是二儿子 岁数还不如他大 我得批评你 批评我 要是俩小孩说相 一个六岁的 一个七岁的站在这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爸爸 观众会觉得讨厌厌烦 这不爱听这 还这么腻不人呢 到咱们这个岁数了 谁是谁爸爸 怕什么 不成 什么岁数呢 这也得弄清楚咯 假的 搞不是假的吗 你真不用往心里去 真的啊 谁往心里去了 又不改户户本 是吧 多新鲜呢 心里有我就行 哎 这行 干了好些年这哈了 实在是没有别的手艺 好多人也指责我 说什么 你台上老说人鱼签 鱼签媳妇 鱼签爸爸 这个那个的 列位 你们以为我说那些个 我就那么开心吗 你就这么开心 我现在就看出来了 这我得给大伙普及一下 什么叫相声 您说说 我小的时候说相声 做科学相声 我学捧根出身 就站这里头的 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 捧十年 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混斗根演员 谁站在这谁说我 也说哎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 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了 故事需要 跟唱京剧一样 这演员演小生的 95了上台 他演的也是个儿子 对 他没胡子嘛 这小孩六岁上台带个胡子 演的是爷爷 这叫老生啊 这不存在谁 尊重谁 不尊重谁 角色 挣的这份钱 干的这个活 你就跟电影似的 电影又怎么了 电影这管这叫爸爸 你也知道的是假的 电视剧一男一女 俩人一被窝睡觉 你也知道的是假的 话剧舞台 当一枪那死了 你也知道的是假的 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 你这个智力 为什么要买票 没办法 就是这个玩意儿 除了这个才艺展示 类的节目 学京剧 学平剧 学帮子 学唱歌 学跳舞 剩下的就是俩人讲一个故事 就是吗 故事的主人公 第一就是我的故事 第二 他的故事 就我们俩吗 第三 我们两个之外的故事 我们两个之外 只能说跟我们有关的人 是吗 不能说别的 我们俩说一事 这个人家住在山西省太原市 什么什么小区 多少号路 上楼之后 往右边拐 302那个大爷 我们俩成外行了 这真是 观众脑子就乱了 就得一句话 他大爷怎么着了 他父亲怎么着 只能如此 也不能说观众了 说观众不行吗 你看那边那个胖子 他媳妇跟我不错 那不打起来吗 呦 那是得打起来 假的 是 不是真的 当然我们 作笔成呀 这个东西 它跟小品不一样 有区别 小品都是直观感的东西 什么叫直观感 你看 它得化妆 它得有道具 它得有服装 它得有布景 是 我们有没有这桌子不重要 那无所谓 穿不穿大褂换个什么衣服 也一样能说 时间地点 场合人物 矛盾冲突 喜剧 所有东西都是我一张嘴说出来 虚话出来的 一句话就要把你带到故事当中来 你得跟着我走 你得相信我 你还得爱听 你出门觉得票钱花的值 下回你还得来 这是高科技 这是高科技 我拿手一指 说这儿有一冰箱 你绝对就得信 这是一冰箱 这是虚拟的 电影里边说 这儿有一冰箱 你能把电影院砸了 那就骗人了吗 诈骗呢 难就难在我们这儿了 都是假的 把它说的还得跟真的一样 要真演小品 我们就省心了就 这简单了吗 我们俩傻了都能干的事 真的 我演小品 我沾个胡子 我演他祖宗 是啊 你先等一会吧 一下班回来 就别下祖宗还上班呢 别下班 养活你啊 行了 咱还是踏踏实实说相声吧 我这辈下去它还少点 我打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声 1988年开始唱戏 京剧平剧帮子 唱了五年的戏 这学年 除了唱歌跳舞我不会 这行里边哪一门 我几乎都干遍了 真是觉得那句话 说得太对了 说什么呀 雷霆雨露 巨势天恩 老天爷给你什么都是好的 尤其我们俩人 咱们得念祖师爷的恩典 真是 兴趣跟工作合二为一 这是多大的造化 这个好吗 说相声我们爱 还能养家糊口 天大的恩典 真是 你以为那个纺织女工 这么爱纺织呢 脸杠工人就爱着不行 就爱脸杠 也不可能 你不得活着吗 养家糊口 你呆着不也得吃饭吗 你得干点什么呀 恰恰你干的工作又是你喜欢的 那就对了 好 咱们得好好说相 那是 这么些人捧咱们 支持咱们 现在是还行啊 四十来岁 希望咱们多干新年 那是尽量 当然现在你要说 跟二十来岁比 确实是 不如那会儿体力 那还真是 二十来岁 三十出头说相上 不值得累 那时候年轻啊 现在时间长了 腰损腿腿 岁数大了 她媳妇都说过 我媳妇说你什么呀 现在可不是原来啊 谁说的 这干嘛非我媳妇说呀这个 高峰媳妇也说 是啊 孙岳的媳妇都说 你这人缘还不错 那竟交朋友了 对 就交这朋友啊 真有一天八十岁九十岁 还能上台 那这多开心呢 这么高龄了还上台 一百岁说相声 百岁的相声演员 一百亿 你家真不鲜多 一百三 好家伙 一百四 行 就打到一百四 我真一百四 我从台口走到这 我不得走四十分钟 那也能原谅 你家这岁数 得扶着喘气吧 能站住就不错 大家好 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 好 还小学生呢 我叫郭德纲 我今年一百四十岁了 多好 好开心能够见到你们大家 嗯嗯嗯 介绍一下俞老师 呦 我也来了 在这盒里装着 哎 我怎么都在盒里了 我 今天这场演书是纪念俞老师去世一百周年 哎 嗨 我多少年前就已经死了 合着 来跟大家见个面吧 哈 我这还见面呢 把盖打开 要见面 但是我不能把你捧起来 为什么举起来见面 一百四了 啊 估计我都有帕金森呢 啊 就是哆嗦了是吗 盒打开了 见面 一端这个 哎呦 好 您给我错骨杨晖了 这是 没见面 这 散得满台都是 祸 我们倒是见了好些个面 哎 对啊 那不是那个面 我会很难过 啊 很难过 怎么很难过 因为我有鼻炎 有鼻炎怎么啦 估计我这打喷嚏难受 哦 鼻炎您很难过 嗯 给我养了您倒没往心里去 是吧 关键你这盒装不了多少啊 对啊 我就这么一盒 我演不了几场啊 我这 所以你会影响我的收入 啊 那怎么办呢 上场门来一口的水泥啊 干嘛呀 没上来就垮一盒 哎呀 我鼓灰见面还做假呢 我这 玩笑 说玩笑 啊 希望您多活些年 都长寿一下 健康长寿 你要真有个好胆啊 你说你媳妇 他们都得我管啊 用不着 凭什么给你管呢 谦哥 啊 挺好 我们哥俩就是 这么些年下来 啊 越来越觉得说相 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 哎 这我们也很愉快 这是我们最大的爱好 对 人一定要有个爱好 哦 你就像谦哥似的 嗯 除了工作之外 是 吃喝飘飘 啊 不 打死他 他都不会堵 那是啊 我那堵的名额上嫖战了 他这是祖传 你知道吗 别总 他当初有个爷爷 啊 行了 不用提那个了 嗯 得有个爱好 啊 你不管你好个什么 一定有一样 嗯 金圣炭有句话说的好 怎么说 说这个人如果没有爱好 不能跟他来往 为什么 因其无智性也 这什么意思呢 一点爱好都没有 你竟琢磨害人呐 哦 是这样 你的朋友里边啊 嗯 这是个吃户 那是个酒鬼 这是个骰罐 都能来往 哦 说这是纯君子 一点爱好没有 你留神 非死他手里不够 好 好 哦 哦 这老他手里 躲着点 哦 一定是有毛病的人 才能来往 哦 哎 我们最好 啊 这都是互相的 嘿嘿 这俩坏蛋 哈哈哈哈哈哈 实话实说 千二哥没大毛病 抽烟喝酒汤豆 嘿嘿 要提这 我无论到哪 我一说 余老师三大爱好 哇 一万人跟着喊 啊 都知道 咱们就不能奇迹点吗 啊 余老师三大爱好 耶 在北京那句俗话 连美国人都知道了 那是 啊 你看 哎呀 他打开场就爱你 哈哈哈哈 他都爱了你我一半的这是 啊 演完了给你打包 弄他再走 谁打包 啊 抽烟喝酒 挺好 喝点酒喝点酒 别喝多就行 哎 少喝 酒要少吃 吃要多汁 对 那天喝多了 嗯 拿筷子当鸡爪子 吃了一根半 哈 我也不怕炸着 我们今儿这主持人 有人认识吧 好 哎 对对对对 主持人 这大脸蛋子 嗯 我师弟 他叫侯振 哎 侯爷 他是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的 长子长孙 对 啊 正根正派 少侯爷 嗯 就一个爱好 吃东西 啊 喜欢吃 就是台上本来四个话筒 这让侯爷吃了一个是吗 正骂街呢 骂什么 电线塞牙了 哎 牙范太大了 这 人得有个爱好 哎呀 我不爱听相声 也没事 不爱听 没事 您来听最好 哦 您不爱听 不爱听不听 是 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能被所有人都接受 哎 也没有哪一个艺人 被所有人都爱 嗯 不科学 哎 洛杉矶 所有洛杉矶人都爱听相声 嗯 这屋也进不来啊 没有这么大剧场 这就够了 嗯 这就够了 哦 啊 徒弟跟我说 师傅 张三李四骂您 骂就骂呗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哦 都是你的朋友 你也来往不过来啊 有跟你好的就得了 嗯 很正常 人家不爱听相声 不听就不听 凭什么非得听你 哦 不听看电影去 挺好 哦 啊 不爱看电影 回得听相声 嗯 就咱们俩选择啊 哎 你得干点什么呗 找别的事呗 当然 我不爱听相声 但是我要堵在这门口骂街 那你挨打就活该了 哦 我不吃辣呀 不 你不吃辣不吃吧 但是你不吃辣 还是让四川火锅店门口骂街去 那人不得抽你吗 对吧 嗯 看看电影 余老师演的电影不错 我 啊 吴京演的干狼 那 干狼 你先等我 真的啊 我都剃得后怕 我 他不是狗啊 那个玩意儿 别等着 啊 那叫战狼 战着 嗯 什么呀 名字 名字叫战狼 战狼啊 对 卖了好几十个亿 是 回去我就找吴京分账去了 啊 凭什么呀 你不是代表德云社参投的时候 我 没 凭什么找人 你看我在电影界 我也有一挺好的称号 您呢 说我拍都烂片 嗯 啊 他们这么说 可冤枉 真的 是吗 真的 我其实我特别了解我自己 您说说 啊 一个 我在相声的舞台上 老天爷给我东西太多了 哦 人只有一碗饭 端好你自己的就行 嗯 哎呀 说相声 你也这卖票 那卖钱的 演电影你还如何如何 你还有王法没有了 哦 对吧 我在相声舞台上的标识太强了 嗯 我演个什么你看着也像说下 也是 你看看王飞唱歌唱得多好 嗯 王飞演电影你准出戏 对 不在演员是在你身上 哦 那个动画片那摇滚脏骜 我去配音去 观众在现场出戏 哦 听我声音里都出戏 你那还让活不让活了 所以我就知道了 我不能演戏 哦 不是说我不认真 啊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去好好演戏 嗯 所以我这辈子当不了什么影帝 哦 要是拿下几个影后来到简单 哎 嗨 您跟说那没关系 那个不难 一挪嘴就走 哎呀 少挪嘴 所以说呢 嗯 这些年来 谁叫我帮忙我准去 是吗 都刚来帮个忙来吧 准去 交朋友 我都没问过 这些戏啊 反正我参演的 我没问过 什么意思 不知道 嗯 来 你说这句话 嗯 电影是导演的作品 爱演员哪疼了 嗯 嗯 多大半的演员去演戏 他也不知道最后成品是什么样子 那当然 那是导演的手艺 嗯 这些年我演的戏 没有一个是我导的 嗯 也不是我编剧 也不是我主演 也不是我投资 凭什么烂片就赖我呢 不服在这儿呢 我又不忍心浑嘴 因为我骂街太狠 嗯 别骂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慈善 真的 嗯 好些人还舔着脸 我一听就是烂片 有郭德纲 去年有一电影叫《欢乐喜剧人》 是啊 拍两天戏那就不 他凭什么说烂片是我的事呢 嗯 就因为里边有我 那里边还有憨豆呢 嗯 嘿嘿 你怎么不说因为他才是烂片呢 嗯 人得讲理啊 对不对啊 嗯 但是 你没法去矫情这些事 别说了 都矫明白了 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嗯 看看千儿哥挺好 这是我的榜样 怎么又看过呀 还真的 你看千儿哥没事 还电影院看哪里 这我都羡慕了人去不了 去不了 你去了人 你看这观众一乱 你说给人搅和了似的 哦 啊 千儿哥好 什么电影都看 啊是 3D电影他也去 啊那现在流行的吗 戴眼镜看3D电影 对 3D呱呱里边一打 千儿哥喊的比电影声音还大 我 进入情节 哎呀哎呀哎呀 啊 坐在旁边那个 腰死死你 哎呀 嗨 打他 真打 电影散了他还挺高兴 嗯 这3D电影很真实啊 哎嗨 傻小子我这是 真打都不知道了 电影电视 电台 啊 这是离着我们很近的 几个平台 电台也是很支持我们 啊电台哪 咱现在电台不如我们小时候了 小时候怎么样 当年电台很重要啊 是啊 就指着电台的演员们出名呢 重要宣传媒 现在差着 嗯 但你要开个车 你不也离不开电台吗 啊对 听个路况什么的 是不是听个音乐 听个路况信息 是 洛杉矶这车是左坐右坐 左 也是左坐 也是左坐 对 英联邦是右坐是吧 是 我还见过那个中坐的 啊 中坐的什么样啊 就是撒咕噜那个啊 啊 就就就就就 三蹦子您说 还是什么中坐的呀 啊 那是把式的了呢 那对对对 他那方向盘是这样的啊 啊 哎 不用喂他了 啊 啊啊啊啊 那你你开车你不也听个音乐吗 是吧 都能听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人 对电台还是有情怀的 哦 这有情节 当年老想啊呀 我要是有个小电台多好 自己的电台啊 我能把节目做出花来 您还有这情节 自己做电台 你说是不是就得叫 郭德纲广播电台 您可以拿您的名字来命名啊 我得是总拍 那当然 郭德纲广播电台 那就看一看 下摄就是儿台 就是分台呗 郭麒麟广播电台 要不叫儿台 再往下 于谦广播电台 没有我 我不跟着你掺和这个 我们祖孙三代广播系统 没听说我开电台还占便宜呢 好不好 不好 把我刨了 好好好 我不认你了 压根就别让我掺和了 过年你也别上我那看过去 那你电台我看你干嘛 这有一电台得多好玩啊 怎么好玩 郭德纲我们电台 您试试播音一下 现在为您播音 好 刚才是本台第一套节目 现在是本台第二套节目 还两套 请注意区别第一套跟第二套的不同 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套带鸡蛋 第二套不带鸡蛋 这样 这是两套煎饼果子 9981千周 7856千后 现在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听听天气 今天夜间 现看哪 那谁看得见 怎么办呢 昨天还行 昨天 昨天还行 那我用你预报吗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什么都没听出来 现在是我们的歌曲大世界 节目时间 听听歌是正常 我们听一听热心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 还有点播 看看他们打算听什么歌 好吧 请讲 是我吗 对 你好 是我的吗 哦 是我的 谢谢 可打进来了 我从年轻那玩就打电话 打一辈子了这电话 今年81岁了 谢谢你们 谢谢啊 我是一个老北京啊 北京人 我姓鱼 姓鱼 我儿子是说相上的鱼谦 哦 我父亲 他们都关我 叫于大爷 他不是于大爷吗 哦 您好 于大爷您好 好 我点一个卢德华唱的歌吧 好吧 老头还挺时尚 你给邻居赵他妈点播 干嘛咱给赵他妈点啊 哎 你们这个播出能屏蔽我老伴吗 不能 什么毛病这老头这是 行吧 是是 爱咋地咋地吧 废话 跟赵他妈说啊 怎么着 摸摸答 怎么那么讨厌呢 这 好 谢谢这位热心听众 刚才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著名相声演员 于谦老师的父亲 于大爷 别说这么清楚了 于大爷的儿子是 著名相声演员于谦 哎呀 翻来回来调过去说 于谦的父亲于大爷 打来热心电话 你还唱不唱 给邻居赵的妈 点播刘德华的歌曲 哎呀 并且还要屏蔽老伴 啊 被给你们家拆了不可 那么请收听 刘德华演唱的 嗯 西河大鼓忘情水 还西河大鼓 还真有鼓 曾经年少 爱追梦 一心的志向往前飞 行变了千山 喝完水 一路走来 喷个灰 给我一杯 往清水 换我一生 那就补上杯 哎呀 还叫好 什么玩意儿啊 这 赵的妈 摸摸答 对 去 我用你传这话啊 接下来是广告节目时间 什么叫广告 这不是于谦老师吗 怎么我又来 是我呀 我怎么这味儿啊 您的嗓子怎么了 痴疮 去 痴疮闹嗓子 得了痴疮不要紧 请选用摸摸打牌清音丸 我用清音丸 保证您的嗓音清脆嘹亮 说痴疮呢 上医院 废话 听众朋友们 现在是我们的健康走着瞧节目时间 这都走着瞧了 还健康得了吗 这 在这次节目当中 我们约请了本市的几位著名医师 来解答患者的一些个疑难问题 杂症 我们首先有请的是著名医生 王百顺先生 听着名 大家好 我叫王百顺 我们家三辈是干这个的了 祖传 医者父母心 希望天下人健康长寿 这是个中医 接近热线吧 好吧 赶紧说吧 喂您好 是王医生吗 哪有些废话 下一个 什么呀 这到底瞧不瞧这病 说半天的是我是我的啊 谁跟你抬杠了 下一个 王医生您好 我胳膊上长了一个疙瘩 拿针一扎就疼 以后别扎了 这是大夫吗 下一个 王医生您好 我哨白头 染 准是这句呢 王医生您好 我有病 你没病 打电话 您这叫怎么说 我弄死你 信不信 这是医生 这是流氓啊 这个 好 王医生出诊去了 那是打人去了 那是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 著名的副科的主任 史真香 这是耳鼻喉科的 跟大家聊几句 大家好 大家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是 我叫史真香 别重复了 很开心 每天在下午六点半到七点 饭口的时候 跟你们聊天 嗨 多饿 这还吃不吃饭了 请记住我的名字 史真香 改口吧 大伙都 好 请接近热血电话来 史医生您好 史医生 我是一个老北京啊 谁啊 我姓于 我儿子是说像的于谦 你别老提我了行不行啊 你好你好你好 赵大妈好吗 你问他干嘛 怎么老有赵大妈这里 分手了 嗨 现在是孙大妈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咱别说这些 没用的废话了啊 有用 我那个 跟您咨询一下啊 我可能上岁数了 我这个企业非常严重 想咨询一下 是不是前列线 我们是妇科 有病乱投医 这也叫 好 刚才健康走路桥节目播送完了 走路桥吧 接下来是我们的平剧外行 大家唱节目时间 这还唱什么劲呢 这全是外行 平剧是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 东北华北地区非常盛行 网上有很多爱好者 是吗 我们征集了两位网友 一位的网名叫 谁来弄死我 一位的网友叫 我来弄死谁 这是最佳搭档了 他们两位要演唱一段传统评剧 花强会的对唱 戏还不错 两位一位唱小声 一位唱花旦 一位的嗓音高亢入云 一位低回婉转 都有特点 请欣赏 咱们听听 在河南一位大人 一样的杨并不合 真好 那是我福二品国 不是 快一首帝的爹娘 他老人家好 爹娘 哎呀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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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这戏我快听出神经病来了 告诉他们啊 再唱弄死他们俩 什么玩意儿这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难道说您不爱吃点炸酱面吗 这又是什么呀 吃炸酱面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点黄瓜吗 这黄瓜 吃炸酱面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点黄酱吗 黄酱的广告 吃炸酱面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点黄豆吗 黄豆的广告 吃炸酱面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看点黄盘吗 没听说了 什么谁端着面板看毛片啊 这都不像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现在是我们的恐怖鬼故事吓死人节目时间 还有一部分人爱听这个 请35岁以上的听众 在父母陪同下收听 那都上那边找去吧 今天的节目是 带雪的人皮 听着就 小蝌蚪说你是我的妈妈吗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小孩节目 小蝌蚪找妈妈 对不起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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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错了吗 接下来是我们的 轻松一小时节目时间 这咱乐乐吧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轻松 你查这名字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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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曲子 他一伸手啊 就把孩子撕碎了 抠出眼珠子来嚼啊 不不不 这行行行行 掏心脏 别说了 这有什么玩意儿这是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 刚才俩节目录音带放错了 哎呀 这还干点什么不干了 好了 我们要播出一个节目预告 近期本台将播出 激情总在后半夜 没什么正经玩意儿 具体内容你们懂得哟 哎呦 我们也来收听一下 观众的热线电话 看看有什么改正 这位听众你好 我是一个老北京啊 一到这时候 这老头就出来 你猜我是谁 别猜了 我姓于 我是相声演员于谦的父亲 非说清楚了 哎呦您好 您是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 于大爷 你就别重复了 啊 您有什么事吗 啊 激情总在后半夜还没开始啊 大爷 请等到后半夜 现在是上午九点 哎 老头都急了 嗯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现在是你们盼望已久的 魔术 这是电台的节目吗 这个 莫师伯送完了 哎 就要跳一曲子 请大家欣赏 杂技 你换一首曲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剪纸 就听仨曲子和人 好了 都过去了 玩笑过后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雅剧 哎 这回连曲子都没了 好 现在是我们的广告节目时间 有什么东西就广告 王姐 这又是什么呢 我意外怀孕了 怎么办 什么都有 你这 意外怀孕不要紧 到大铁棍子医院 找童主任 三分钟安全手术 耽误工作吗 哎呀 不耽误工作 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 记住 大铁棍子医院 童主任 听着就那么痛快 现在是我们的交通安全节目 行 请大家收听 全天无绿灯 全是红灯啊 请大家收听 本台记者在事故多发现场 发来的路况信息 这是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 这里经常 啊 连记者都撞死了 这得多乱呀 这路口 对不起 信号丢失 我们切回到演播室 对 这活没人干了 王姐 我又意外怀孕了 怎么办 比我爸爸来的还勤呢 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大铁棍子医院 找童主任 三分钟安全手术 耽误工作吗 不耽误工作 今天做手术 明天就上班 记住 大铁棍子医院 童主任 赶紧过去吧 现在是我们的 京剧大官员节目时间 好 请欣赏本台采访的 97岁高龄的 京剧大师 王秀华女士 现场采访 大家好 我叫王秀华 这是唱京戏的吗 我都快一百岁了 嗨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我和那个京剧大师 没来访 我们是这个主邻居 哦 街坊 美大师可喜欢我嘞 哦 他说这个女儿 这个嗓子快好 哦 你这个嗓子 可他娘的时候 唱鱼句嘞 嗨 那跟京剧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 我到底是唱京剧 还是鱼句 我就开始酒街 哦 一酒街 就倒了今天 啊 没唱啊 谢谢大家 京剧大官员播送完了 王姐 我又意外怀孕了 怎么办 你们还干点什么不干了 我都跟你说三遍了 大铁棍子医院同住人 是 耽误工作嘛 你们这样的还上什么班啊 哎 对 就家呆着吧 接下来请您收听地方戏大官员节目时间 地方戏 请欣赏河北邦子圆门展子 好 论顿大大大大 擦了浪 彩雷唱 大铺的一唱 嗯 并非谁啊 哎 哎 哎 还有点意思 王姐 哎 我又意外怀孕了 怎么办 这回我可救不了你了 我也怀孕了